这天李文汉随团队小伙伴到一处红瓦房前取景 他套上拼接泥子外套 衣服上的深蓝色块与发色相呼应 温暖系打扮出现秋冬魅力 他在摄影师的要求下走到红砖墙前 正面冲着镜头 此时才发现李文汉竟然是在真空的状态下 穿了一件黑色西装 刚开始他仅仅是插着兜斜靠在墙面 看起来略微有些拘谨 拍完几张后 摄影师希望能呈现更舒展的效果 于是提议让他转换造型 李文汉将双臂撑开 亲底墙面 没想到这个动作却引发了一片尖叫声 原来是他的西装前筋被撑开 露出一部雪白的胸膛 李文汉本人明显也被这个意外搞得相当不好意思 羞涩的笑了笑 赶紧喊起胸把衣服归位 重新将身体遮挡起来 不过现场有不少围观的迷妹 相信大家已经大薄了眼福呀 小插曲过去以后 工作人员上前整理好服装 李文汉立刻切换回工作模式 转换几个角度让摄影师抓拍 便顺利结束了此次的外拍 得知已经可以收工 李文汉没有迟疑一秒 干脆俐落的抬脚向楼内前进 他一边走 一边将外套脱下来 交给工作人员 为了拍摄写真 实实在在被大衣给捂热了 得知偶像开工 有不少粉丝感到应援 李文汉特意抬手 跟各个角度的迷妹挥手道别 相信当天在现场的妹妹们 心里一定超级满足吧